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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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歡迎收看 正正有詞 金榜提名詞 洞房花竹夜 對 很多我們以前講說 人生幾大樂事 ou怎麼樣 可是現在的人的生活當中 當然你說從以前叫讀書 接下来要就业 再来就是结婚 不 现在人再多一个叫离婚 因为现在离婚率真的非常高 可是你从小到大 有人告诉你 读书你该怎么怎么做 你就业你有什么样一些方向 你结婚的时候 告诉你夫妻知道是什么 但是离婚到底该怎么办 离婚怎么样包括在金钱方面 该怎么样能够切得干净 小孩的监护权方面 要怎么样真才是真的是个道理 对于离婚这件事 到底该怎么样去学 学校没教你的事呢 就要听听看 现场来宾告诉你了 来 欢迎现场所有来宾 这是最近的一则新闻 离婚以后 十一年付一千七百六十万 给前妻 她快退休 然后惨说很喊穷 但是法官最后不领情 苏清 十一年付一千七百六十万 凭良心讲 我必须说 这个老公还算有情有义 因为我们有太多 你等一下问郑峰 有太多的那个是分级妇 每个月妇 妇了半年的 妇了一年的 接下来呢 接下来连个钱子都没干过 她好歹十一年付了一千七百六十万 可是看起来这个钱 还要继续付下去哦 没错 这个先生也是想说 十一年都付了一千七百六十万 是不是已经够了呢 不过法官说 谁叫你当初要签这样的离婚协议呢 所以只要有能力支付 你都要继续付下去 这对夫妻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对夫妻呢 其实呢 是一九九零年结婚 结婚了十八年之后呢 因为老公呢 可能外遇或其他事情 对婚姻不忠就被发现了 所以就协议离婚了 那既然是有责在你嘛 所以离婚协议书上 难免会相当程度的 有点点不平等条约啊 这个不平等条约是什么呢 他们签订的是说 除非呢 这个太太她 再婚 或者是就职 否则这个先生呢 要按月 每个月支付他五万元 OK 想说十八年的婚姻 你就要娶一四人 所以她太太 接下来第一个 她不会去找工作 是 第二个 她交男朋友 但是不结婚 对 交男友 一定不结婚 我跟你讲 我们大家都碰过 像这样的历史啊 当然嘛 你就签了这个就这样 于是后呢 这个先生真的也 蛮有情有意的 结果她就一直付 一直付 就这样子付了十一年 OK 十一年之后突然间 怎么不知道 她发生什么事情 太太就发现 连续两个月 五万块都没有进来 怎么回事呢 一问先生 不打算付了 于是乎干脆提起书说 每个月五万块 要交出来啊 结果那个先生就说了 是这样子 法官大人 我呢 跟他离婚的时候 其实不止这个 每个月的五万块 我有付 我当时呢 还帮他付了 房子的贷款 我还给了他五百万元 所以前前后后加起来 我已经付了 一千一百七十万元了 这么多钱了 然后呢 我现在经济 大不如前 加上我们 我们两个生的 这四个女儿 都已经长大成人了 所以他们也有 抚养妈妈的义务啊 所以这不是 我一个人要扛嘛 那经济 有没有大不如前呢 法官查一查 发现好像真的 大不如前 他离婚的第二年 他那个时候一年收入 按从所得税的资料来看 有六百多万 所以经济能力是不错的 可是呢 他喊穷的前一年 这个年的 所得税的记录 只剩两百多万 所以他说你看 我收入大不如前 而我呢 现在已经五十八岁了 我要规划我的退休生活了 如果我接下来的钱都给他 他也有房子了 又有小孩子养他 我什么都没有 接下来我继续给他 这样对吗 而且我每个月还要付房贷 六万六千块 法官这样算起来合理吗 我可不可以干脆就不要付了 听到这里 大家会不会觉得 真的也蛮惨的 有情有义 你一定要四个女儿 四个女儿成年 也可以养妈妈了 对不对 这个太太就说 不是啊 因为我们当初先的条约就是 除非我再婚 或者是我上班 那现在再婚 显然就不会去再婚 上班 因为我当时 因为跟你的婚姻的纠纷 我当时就是 曾经因为精神相关的疾病 我去救医 甚至一度隔离治疗 有这样的一个记录 对我来讲 我很难以进入职场了 所以我真的没有办法就职了 既然我不会再婚 我也没办法就职 法官他当然要继续给我五万块啊 就法官想一想查一查 算一算 没有错 他说 没有错啦 你现在的薪水真的大不如前 三分之一 对 可是你当年签这个条约的时候 你就要想清楚 你以后要给他 一直给五万 给这么久 你就好好存款准备给人家 你要预料到你要付这笔钱 第二我算一算 你名下的财产 加一家呢 还有一千一百多万元 要说你付不出这五万元 也显然不会付不出来啊 所以不仅你这两个月的十万块 麻烦赶快给人家 而且以后的五万块 也要按月给哦 我刚刚讲的 郑峰是不是 他某种程度还算有情有义 对 因为好歹付了十一年 而且我觉得 他给他好活的钱 比他自己剩下的钱还多 对啊 因为我们常看到的是 可能调解完签 付个两期人就不见 然后或是他就开始转移资产 然后开始找各种牛 怎么样我就赖 所以他这个付到十一年 真的是有情有义 可是郑峰分两个层面 第一个就是尤其他是两期没有付 对 OK 但他太太去告 不会只告这两期吧 因为你告了这两期 然后我打了一阵官司拿了十万 他接下来呢 我不可能不去预防后面嘛 对 但其实这个就要看当初离婚协议书 有没有提到所谓 一期未付 四为全部到期 因为你能告的 叫做已经寄存的债权 现在就是只有两期未付 未来他不一定不付啊 所以如果你没有签这个 一期未付四为全部到期的话 其实他就是这两期违约 因为他是每个月 每个月四为一个债权 那有些人会说 这种约定有效吗 我们可以约定说 将这个债婚 视为这个抚养费的条款吗 其实要给大家一个证券观念说 像如果是正常按照法律 这样的赛养费 是很难成立这个案子当中 因为法律规定的赛养费 这个条件非常严格 要不能生活 不能治理这种 可是在这个案件 这个就叫做 一般的民事债权合约 我们大家讲清楚 白纸黑纸 你牵制这个当下 只要你不是精神病患 你是出于自由意志 你自己没想清楚 那很抱歉 你送逢就要送上西天 你这辈子就要送这个合约 我还没送他上西天 我就上西天 对 但是这个就像 刚刚那个法官讲 也是正确的 你既然签了 你当下没有考虑清楚 你就必须负责 另外有一个情形说 这个条件可能变更 就是所谓的 情势变更原则 但是这个案例也不适用 因为情势变更 指的是说不可预料的情况 比如说他今天突然发生车祸 他半生布水 重大伤产 或是他好好的治理公司 可是公司破产 房子被拍卖 这种不可预料的情形 不是他故意去处分这些资产的 那这个时候 他如果还要求对方 这个每个月付五万块 法官就有可能会变更 不过刚才讲的情形的话 我想这个是不是刚才肃清讲的有一段 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离婚 是不是当时的时候 你在外面有发生一些什么事 所以反正你亏欠我 所以那个离婚协议呢 不管我怎么讲 你就造成了 是这样吗 我觉得未必会看他的人格特质跟心理状态 我也看过很多 在智商过程中 很多他在外面做了很多对不起太太的事 可是他还是觉得他没有对不起太太 是因为太太的个性不好 是因为太太做了太多对不起她的事 他才会对不起她 所以未必很多人都会觉得他是对不起太太 但是我会感觉到这个新闻事件的 假男男主角 我觉得他的心理状态在当时 的确是急于脱离婚姻 想要获得自由 所以所谓自由价更高 所以他当时为了要恢复单身 所以他愿意付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代价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因为你刚刚讲的是 在我们处理所有的离婚案子的经验 谁急谁就输 对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一方面是自由价更高 那另外一个部分 我会觉得跟这个男主角的人格特质有关 我觉得他的人格特质当中还是有讨好 的确他比较容易有罪恶感 但是他未必是因为他外遇的罪恶感 一小部分 是因为他觉得他对不起他这个前妻 另外一个 他可能在看当时的前妻 他会觉得他很可怜 他既然要离开了 所以他可能要照顾她 的确有非常多男性 还是会有想要照顾前妻一辈子 这样的想法 其实这样对前妻并不好 因为我一旦每个月有五万块 那我如果说我去工作了 或我再找到 我去工作薪水三万 然后我如果有这个协议 我是五万 那我为什么要去找工作 我有些时候会跟我的当事人分析说 你这样子反而会让他 没有办法展开新的人生 因为他如果 因为他会变很固浊 因为他如果说他展开他新的人生 他有新的工作 他有新的发展 他去自我实现 他有新的感情 他就会有一种心理上叫做 被剥夺的感觉 欺负嫁进豪门后原型毕露 想离婚得接受离谱条件 结了婚之后 这个新娘子太多就变了 觉得我已经加入豪门了 家里阿嬷煮饭 阿嬷变得爆白垃圾桶 雷西大人都没在叫 人家说好 让离婚吧 我说好 要离婚可以 麻烦你再摆一次喜宴 离婚宴 然后邀请所有的亲朋好 当着他们大家的面公开跟大家 他有新的感情 他就会有一种心理上叫做 被剥夺的感觉 所以我为了要不要被剥夺 你就是要付 所以表面上看起来 我觉得他的前妻 好像占尽所有的好处 但是我从心理的角度来看 我会觉得也是不健康的 这件事情其实中间如果 你想想看如果要是 你是签这个协议的女方 那反正我如果要是 除非我就业 要不然就是结婚 要不然你就要一直这样付下去 可是如果有一种状况 他也没有结婚 他有一个男朋友 甚或他有一个同居男友 但是我就是没结婚 但是他跟实质夫妻关系 是一模一样的 那你怎么办 虽然协议是这样 我就不这样 他就是这样 因为通常会定这种条款 就是当你结婚或什么 反正有别人照顾你 那个责任就不该在我身上了 通常这个条款是这样 蒋平我先问一下 我们等一下也要聊一下你 因为你那时候 在节目里面有讲过 你离婚时 你当初离婚协议里面 有没有像这样的钱 有这种条款 其实我们当初就是 我就是那个很急的 要签字的人 好 输了 好 下一个 对啊 就急的就输嘛 对 没办法 真的 所以你们那里面 没有这种像钱的 还是你给钱 其实我也没有给他钱 但是我就在 在那个协议书里面写说 我们共同拥有那个房子 就直接给他了 对 那我只保留了 可是不是你做错事 不是 对 你这只会受不了的 要离婚了 是 对不对 然后我只保留了 小孩子的抚养权跟探视权 就这样子 监护权就让他拿走了 OK 好 可是你说离婚最重要的两件事 一个就是小孩监护权的问题 另外一个 钱怎么办 OK 那不要揪揪格格到最后 尤其最近看了一些的例子 甚或最惨的 还会出现命案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就是在处理上面 离婚真的是一个智慧 雪如 请问一下 这个案例里面两期没提到 你协调了这么多的一些那种案子 有没有那种比这惨到爆的 有 就是那个 在几年前有一个 妈妈是28岁 那当时来我们家的时候 他带的孩子是一岁 两岁 三岁 结婚三年就生了三个 然后接下来他结婚之后才发现 他老公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就是在家里头尿片一律 一律不可以买尿片 一定要买尿布 重复使用的 重复使用 对 然后所有的奶粉都不可以买 一律要喂母奶 所以为了要省奶粉钱 他的妊婚的原因就是 因为他老公有外遇 我就在想说奇怪 你老公这么孤狗 这么孤狗 这果子又有孤狗 你老公要对 真的 你有歧视 海派上有足臭之肤 就是有人喜欢狗老叶炎 对 我在想说 他说去买尿片 都在家里头 我希望你这个伯母 很了不起 真的 好 那重点他们就是离婚 当时他最后的底线他踏到了 他觉得我跟着你苦 我跟着你穷 我什么都没有 我觉得没关系 但是你去我外遇 踏到我的底线 他老公还很能巧言善变 他跟他说一句 他说 你很好 你真的很好 可是我跟你害羞 没感觉 我知道 我要付孩子负责 是我的亲生的 但是我真的没钱 那一切就拜托你了 然后我们就在离婚协议书上 就写得很清楚 就每个月要付一万块 然后就监护犬 他孩子都不要了 上个孩子监护犬 监护养权 什么都归这个妈妈 好啊 一万块给了一个月 两个月之后就不给了 好 那怎么办 后来他再送外卖 一天18个小时 一天才赚 一个月才赚一万多 他根本就 没办法拿粉都尿 他是要他爱股灵魂 后来我就跟他说 那没关系 我们先去 去主张你的权益 好啊 我们去法院之后 他老公也调他来 有人说就装可怜 我忘记了 我不是故意的 那我下次 下个月我马上给 对不起 好 这次又变更少了 本来是要一万 后来变两千 重点是他的财产都转移了 对嘛 他名下没有财产 他们摆明了就是 没理想到 对 后来还好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说没关系 这孩子到大之后 他所有的奶粉尿片到国中 国小国中的学费 都他支付了 就任理下来了 所以什么都可以苦 孩子不能苦 所以我们 我们就是社会责任就是这样 把它勾起来 这个唯一一个就是 当他把自己弄到说 我名下都没有财产的时候 这个是要搭的 如果他有财产 你也不担心这个 我大不了就封你财产 万一他搞到前面 就是我财产 我名下什么财产都没有了 那你也拿没辙了 其实这个可以分名次和形式来讨论 在名次的部分 像他跟这种 刚刚这种情形很明显是 炸害债权 那一定有通谋虚位 意识表示的问题 这些在过程中 移转的财产 有机会透过名次出送 因为你是可能跟别人共谋 再来就是你明明知道 这个钱要付 你还故意把它转掉 这都有请求权基础 OK 那再来是有一个情形 我觉得可能会比较有效 制止这个丈夫的行为 是说 因为他前面请求过几次 然后丈夫 中间陆续移转财产的话 只要有判决 之前有一个一审判决出来 你是可以提高 刑事的炸害债权 我倒是觉得这个方法是 最快速有效 而且你让他去检察官面前 我跟你讲 几乎十个 什么都拿出来了 十个有九个检察官就说 我知道你这两个月 但你现在就讲清楚 你要不要一次付亲 不然我就起诉你 你知道你做人家老公做成这样 很多检察官 所以我变前夫了 所以这个刑事责任 可能一般人没有想到这件事 如果他只有中间移转 其实是有刑事责任的问题 好 那刚才在聊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会问蒋瓶 就是蒋瓶就直接告诉你 说没有 那时候我急 好 蒋瓶 你要不要简单的 再让观众朋友抓一下 为什么那时候 最后要走上离婚这条路 是 其实我年轻的时候 因为我那时候不顾家人反对 那跟我那时候 任职编剧的男友结婚 一年后生了一个孩子 那可是我前夫 因为他的收入不稳定 那就是我在养家 那结果我大概就是结婚的第七年 因为我发现就是 从大概第五年开始 他就对我开始慢慢的 就是我们感觉 婚姻好像就是状况不是很稳定 开始比较有争执 没想到后来他就是跟我 妈妈在一起 对 那因为他就是趁我不在家的时候 我出门工作养家的时候 他就跟我妈妈一起 然后这样子大概半年之后 我才发现 那我前夫他的说法是说 因为你妈妈就是 我如果不这样子的话 你妈妈他就会去找别人 那关他什么事啊 对他那我就说 那所以我要谢谢你喔 对啊 对啊 那后来我也有找妈妈求证过 可是妈妈就是 直接就必不见面 那我自己心里就有数 对 那所以后来就是 就是谈过之后 我觉得真的 我实在没有办法忍受 本来是留给他半年的时间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重新再开始 为了小孩 等一下 你们怎么重新开始 就是搬离开那个地方 然后他跟妈妈断练 可是他还是一样就是 就是 就是都不打理家里 然后我出去工作 他也不会照顾小孩 然后就是还是一样 我赚钱回来养他 然后他有时候还会嫌说 你怎么这个月赚那么少 妻子为了报复外遇夫 开出夸张离婚条件 他长期的外遇 就一直都有小三 他太太也都不管 可是后来是 他爱上一个也是小三 为了他要跟他老婆离婚 他老婆就爆炸了 提了一个很夸张的离婚事源 老公可以看着老婆 他就跟他离婚 对 对 后来我就受不了 我就跟他讲说 那 不然我们就签字 他当然不愿意 今天如果有一个人养你 你怎么可能会 会愿意 跟他离婚 那后来实在是没办法 就是用尽了很多方式 比如说就故意晚回家 好 然后他从来都没有帮我带过小孩 小孩那时候已经五六岁 他从来没有帮小孩洗过一次澡 那我也只好这样子 就是让他跟我妥协 后来他实在说 我来说好 那我签字 但是你不要想要把小孩带走 他就拿小孩来威胁我 可是我后来考虑了几天 就跟他讲说 小孩我不带走 可以 那你签字就好 因为我觉得我再跟他多相处一天 我觉得我真的生不如死 所以他那时候 我给他签字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房子共同买的就给你了 然后我之前 因为我之前赚钱 他说他来理财 我赚钱他理财 所以我赚钱回家 就整个拿给他 然后我说 那那个钱我也不要了 他说也没有了 都花掉了 他这样跟我讲 但是我不知道真的假的 因为我也没有过问 不是叫理财吗 理财跟花掉是两回事 对 理财通常是越来越多 是 所以我后来我也懒得再去问那些事情 因为你就扯不完了 我只想要赶快让他签字 所以当他决定好 说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小孩你不带走 我说那我要有小孩的探视权 我要去礼拜六礼拜天 我要去接小孩 过来跟我一起相处的时候 你不能拒绝我 然后他说好 那个没有问题 他就签了 你知道签字的那一刹那 我真的是 心中一块大石掉下 我觉得我整个人是解脱的 可是你们终于拖了 半年 半年 我跟你说 那个半年你尝试着 可以忘掉 就是他曾经跟你妈这样 你可以忘掉 尽量想办法忘掉那一刻 然后跟他恢复正常的腹肌关系 可以 我真的觉得是为了孩子 一个完整的家 对 因为小孩那时候还小 他可能什么都不懂 如果一下子妈妈不见的时候 他会觉得 怎么妈就不见了 OK 所以我为了孩子 我觉得能忍我就忍了 不过崔芬我请问一下 我们在离婚诉讼 最常看到的 也是他发生的一个就是 孩子变成一个 一个要挟的工具吧 变成一个筹码 因为通常 好我们现在大家都讲 两性平权 平良心讲 但是大部分对孩子 会这么样心心念念的 纠葛不下那个心头肉的 平良心讲 妈妈 大概还是比爸爸要来得多一些 所以实际上 我们碰过很多的那种都是 好啊好啊 那来谈啊 那孩子你休想 要离来啊 孩子你休想 这句话一丢出来 通常这个离婚 可以再拖个半年 一年 两年 社会因此不离的 都会有 但是我觉得爸爸用 孩子操控妈妈的比例 非常的高 他不会直接操控妈妈 他会先操控孩子 他会先告诉孩子说 你妈妈要跟我离婚了 你妈妈不要爸爸了 你妈妈也不要我了 也不要我们 他会把孩子跟他 连结在不要我们了 然后他会让孩子 对妈妈产生一些敌意 所以像我遇到很多状况 是说孩子对妈妈 有高度的敌意 孩子会骂妈妈说 你不要爸爸 我也不要你 你是坏妈妈 甚至于会对妈妈 有非常多 不好的态度 跟行为 所以当妈妈看到 孩子有这些反应的时候 其实会很受伤 也很难过 会想说 这样好像真的我们的婚姻 会对孩子造成影响 所以是不是说 我们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还是让孩子有一个好的家 给孩子一个健康的环境 然后让孩子好好的成长 所以我觉得我大部分看到的是 他会先操控孩子 再来操控妈妈 然后让妈妈没有办法放下 说好吧那我还是离开好了 然后他会说 这个家庭现在之所以 没有办法玩着 他会忽略自己在前半段 都是因为妈妈离开了 对 是因为妈妈离开 而不是我做这么多夸张 对不起妈妈的事情 所以他会归因给妈妈说 妈妈不要我们了 所以我们的家庭破裂了 所以你这个孩子 以后你就会 进入到一个不好的状态下 崔芬刚刚讲的这个情形 讲评那个时候就是 你决定就保留贪视权这些 对不对 那后来孩子就跟了爸爸 对 那跟了爸爸有没有出现 尤其在小的那个时候 有没有出现跟刚刚崔芬讲的就是 对 都是你这个坏女人 然后造成我们变成这样 爸爸的确 就是我前夫的确有告诉小孩说 你妈妈不要你 他的确有这样讲 小孩也有跟我说 他说妈妈 爸爸说你不要我 那你为什么现在还来看我 爸爸就会跟小孩子不停的洗脑 就是他甚至跟学校的老师讲说 小孩现在可能上下学不正常 有时候会迟到 是因为没有妈妈 那妈妈为什么没有呢 因为妈妈太年轻 那感觉好像是我很爱玩 妈妈太年轻 那每一队都会离婚 因为妈妈都年轻过来 就是意思是说我好像很爱玩 但他又没有讲得很清楚 甚至后来我儿子 他跟了爸爸一起去大陆那边 住了五年 那我觉得小孩那个时候 他更觉得就是你看 你看后来妈妈 还是把我送到大陆去 我前夫 我觉得他就会让小孩觉得 你看妈妈就是不要你 OK 如果拿小孩当作一个诉讼 或离婚的一个武器 已经让大家觉得说不要吧 雪如 你在辅导的所有的案子里面 除了拿小孩这个以外 还有看过拿什么 当作离婚的一个条件吗 这个就夸张了 因为他是一个 他是加入豪门之前 他是一个很棒的一个 他订婚之后 他就是一个那种 公公婆婆回来 然后就会帮他递拖鞋 泡咖啡 然后会递报纸那种 然后就很塞奈 该干嘛就非常很棒的 然后直到他们结了婚之后 这个小女生 这个新娘子态度就变了 然后觉得我已经加入豪门了 他又是一个非常爱钱的人 所以他对于动不动什么 都是开始在计较 到后来他连他公婆都不叫 因为 因为他们家是独子 然后他就提出一个要求 说好啊 因为公婆急着抱孙子 所以就很快就让他们结婚了 他说好 你儿子不能生嘛 然后我们一直都没有受孕嘛 那这样好了 我来给你生一个十步孙 你就要给我五百万 如果生十二 十二孙 十二两百 因为他们生不出来 所以他们就势必要先去做 那种人工受孕 不好意思 每一个月的费用 抽出一次二十万 有生不生 生贴才说 他有开发票吗 有收据没有发票 后来长期下来五年了 都没有 一颗蛋都没有浮出来 然后才去验 验了之后才发现 哇原来那个女生 已经没有软炮了 是生不出来 那时候公婆就要求说 好那就算了 反正你就是来爱钱的嘛 手不挡衫 保持你阿嬷煮饭 阿嬷顶得爆摊 垃圾桶 人士大人 都没在叫亲戚朋友来 也没在插人 然后觉得 我就是非常的不OK 好五年了 人家抱了 低着去踏到了 人家说好那离婚吧 你有什么要求 没有 这时候他居然 他们都一直以为他要钱 只有他这次不要钱 一问好 当初你们把我取进家门 不是大白喜宴吗 不是一次摆了一白桌吗 不是公开在很多亲朋好友面前说 你要爱我一辈子 一生一世吗 我们都有录影存证 你要照顾我不认生好病死吗 结果现在这样好了 让我只有一个条件 要离婚可以 麻烦你再摆一次喜宴 离婚宴 然后邀请所有的亲朋好友 当天有到场的 我们结婚时有到场 这次都还要再回来 然后你要告诉他 当个他们大家的面 公开跟大家道歉 说你对不起我 说我们要离婚 只要你敢办 我就敢签 这是他 我听过最离谱的要求 这也是我听过最离谱的要求 真的 对 我还问他 但是我问他说 我们如果这样去 我们就要再包包 没有 不好意思 要安包退 来的人要退包包 那个礼金簿一定都留着 就是来 宿卿 你当初是 三千六 来 三千六 谢谢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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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不用送离了 对 我们还可以要求退 这是我们的权益吗 没有 当然不是 可以 没有人这样办 不是 对 后来他们这件婚姻 就到现在 到现在还没有摆平 所以他们一定不可能答应 对 他会不会也是知道 你不可能答应这个 对 因为他要什么 后来我们才知道他要什么 不用结束 孤儿子 大家跟男人的死 对吗 老公 男人的死 没有 他如果死的时候 我又是你的合法夫妻 我可以分一半 原来他要的是等他 说脑脑脑死掉 他先生就可以继承 那他先生如果这样的话 他先生应该怎么办呢 第一个 那要想尽办法去打离婚官司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呢 就是想办法在外面生小孩 杨小贩 生很多 分母越大 分母越大 稀释她的部分 稀释她的部分 那就只能这样 可是婚姻碰到这个样子 这么 对了 不要影响你对婚姻的冲击 但他也真的是蛮惨的啊 如果真的这样 对 因为其实我这样听下来 有几个离婚的阶段 第一个其实在这个老婆 已经明满明满每个小孩 标价陈列的时候 如果这个 这个夫家来照我 我真的会觉得这个 有机会构成离婚事业 然后 服控诉到酒店上班 妻子回应 令人跌破眼镜 老公跟老婆之间呢 一时局语 声声就说 我要恕请离婚了 法官说那你有什么离婚事业 她说 我老婆当时啊就是 还去酒店当公关 你这样子 哪一个老公可以忍受这样的情况呢 之后老婆就神奇了 什么我去当公关 我去酒店是 老婆已经明满明满 每个小孩标价陈列的时候 如果这个夫家来照我 我真的会觉得 这个有机会构成离婚事业 好 第二个阶段是 后来她说 这个 我答应你离婚 但是你要办离婚宴 拜託 这个 这一段本身啊 我觉得也可以当做离婚的事由 也是重大事由 因为你这个话一讲出来 你后面如果还要讨论细节 一进到法院 法官看到就说 如果 法官就只会问他 如果他真的办你会理吗 会 那就表示你根本不爱他了嘛 你只找个借口而已啊 那既然你已经不爱他 你们不能嫌疑 我来判一判 所以我觉得 这个故事 其实中间有几个转件 也都有机会判 那我自己是 有咨询过一个案例 他是一个老公来 那老公他自己在外面有外遇 来的时候 他其实只跟我讲说 我老婆 提了一个很夸张的离婚室友 老公可以看着老婆 跟一百个男人发生性关系 他就跟他离婚 你那个律师听到就 这是什么情形 我再讲一次 你为什么年纪不大 你为什么老碰到一些方堂事呢 会不会跟那个律师本职有关系 我朋友都说 我的磁场是比较特别一点 你真的很特别 对 那这个我们听到就觉得 怎么可能 正常没有太太离婚会提这个 当然啊 我就问他怎么样 他后来就承认 而且是炉很久 就可能从七点到晚上九点 那个茶都喝光 他就说 其实是他外遇被抓包 那后来我们就想说 为什么太太会这么做 其实是他长期的外遇 就一直都有小三 他太太也都不管 可是后来是 他那时候那阵子就是 他爱上一个也是小三 真的爱到 为了他要跟他老婆离婚 他老婆就爆炸了 他说 我忍辱负重这么多年 相夫教子 你在外面怎么玩 我都睁一只眼 只要你有回这个家 我什么都能接受 你现在就为了这个二十岁的梅啊 你要跟我离婚 所以他就跟他讲 OK啊 这三十年啊 我看你就差不多一百多个嘛 你只要能看着我一百多个 你可以看着我做完 我就跟你离 我什么都不要 你这点臭钱我也不缺 然后后来他老公拿这个来问我 我就跟他讲 这不可能啊 这个就叫气化 法官看到就是说 一定会去考究说 这个太太会怎么讲这个话 然后一了解说 原来是你自己在外面这样 法官就会说 人家都没有告你了 现在来告人家 那太太真的很好答辩 我就讲气话 我一点都不想离婚啊 我是要凸显出你的荒唐 对啊 我上次都知道说 我有多痛苦 我基本上压力多大 你这样还想来告我离婚 所以后来这个案子 我就说告不成 然后我也没有接 可是 你讲说离婚协议 书卿有听过就是离婚协议 一般来讲 当然大家就照约律师嘛 可是照约律师 刚刚前面聊的就是那种 不愿意履约的那种 是 但是在医界或什么 有那种反悔的吗 这是一对 他们开的是医美诊所 那老公跟老婆之间 一时举语 后来就决定要离婚了 老公可能想说 离婚不是都要有证人吗 你那离婚协议是要有证人 证人去哪里找 证人 据说当时是随便找了诊所 两个来做医美的课 帮我签一下 我们的老公不要离婚 我讲好你敢签 所以就有两个见证人 天了 然后就是顺利离婚了 离婚之后呢 这个医师娘越想越气 越想越不甘心 我这么 帮她料理这些打理大小事情 然后轻易就离婚了 我这样对吗 于是她决定说 要去提这个 离婚是无效的 为什么呢 那两个见证人 根本就我不认识 她也不知道我们要离婚 不知道哪里找来的 这见证人就有问题 我当时看都没看过那两个人 这是不行的 于是呢 好像真的就要无效了 这时候先生就说 但是我有离婚室友 我要肅请离婚了 法官说 那你有什么离婚室友 要肅请离婚 她说我老婆当时 就是还去酒店当公关 哪一个老公可以忍受 这样的情况呢 真的就是有为夫妻的 忠诚义务了 我应该可以肅请离婚了 法官一听对呀 你怎么会去当公关 结果后来老婆就更神奇了 什么我去当公关 我去酒店是卧底的 她说其实有部分的医美的医师 诊所的医师 她们很大的客员 是这些从事公关业的女子 因为她们更必须要把自己打扮得很光鲜亮丽 所以那是一块很大的客员 可是你想想嘛 如果我们是夫妻对不对 那我们要开发这对客员 你是老公去酒店拉客员比较好呢 还是太太去酒店拉客员比较好 想想好像太太去安全一点对不对 不然老公就说 但老公去效果更好 是啊 老公去就会说 你看我忍辱负重 我来这里其实都是为了开发客员 我还牺牲奉献 我牺牲奉献 贡献我的肉体 都是为我们事业对不对 老婆当时应该想一想觉得 还是我去好了 于是就是有老婆卧底 可是老婆卧底 我怎么不能真的去公关吧 所以老婆说我当时是 以造型师的名义去卧底 所以她老公也知道 她的意思是说 这名是我们俩讲好的 对 我们俩明明就是讲好的 那我是去那里 我是去当造型师帮你拉生意 顺利的当时也因为这样 拓展了许多的业务 你现在怎么烦咬我一口 就法官酌情看一看 派财讲的真的比较合理 对不对 不然你老公怎么可能当时 眼睁睁看着老婆去当公关 你不坑一声 你到现在来坑 所以法官觉得 你甦醒离婚是不关的 而且你们当时的见证人 确实是假的 因为你根本不认识 他也没见过你们 也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 离婚的意思 听你一面之词 他就签了 所以你们离婚无效 所以郑峰 其实这个案子最重要的一点 其实在报纸上 你是不是会看到 那种小分类广告 离婚证人 有这样的小分类广告 红包三千六 好 旁边是三千六 大家都会问说 所以那两个证人有多重要 其实因为现在是在登记婚 那大家都知道 离婚协议书上 一定要有两个证人 这两个人 刚刚要提到说 好像都不认 认不认识真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说 这个证人 有没有跟夫妻双方 确认说你要不要离婚 法院传这两个证人来 只问他说 你有没有跟男方确认说 你是不是要离婚 他说有 你有没有跟女方 确认说他要离婚 他也说有 那你才签名 要这个证人 确实知悉说 双方都有离婚争议 这个证人的签名 才是有意义 所以是不是陌生人不重要 陌生人也可以 给他红包就好 压压镜讨个吉利 感觉好像在路上捡到那个 不要随便捡得 因为真的是有那种 像小五哥讲 真的有这种分类广告 真的有人专门做的 因为一般的人 就是台湾传统型来 会觉得说 这个不吉利 像我们事务所也有律师 就不做这种事 因为他觉得说 这好像触眉头什么的 所以才会有这种 特殊专业计职人员出来 不过这个要让观众朋友知道 你要很小心的 就是刚才陈峰讲的 最大的重点就是 那两个证人要在现场 而且要知道 两个人是要离婚 因为常常实务上 会出现那种分类广告 如果你去的时候 会发现只有一个人在 另外一个人的印章 已经盖好了 然后他就跟你讲说 OK啦 反正只要有两个人在上面 NO 这个就算你盖完了 到时候要去打离婚 无效的时候 肯定无效 OK 这个就该花的钱要花 好不好 就是不要三千六一个人 就想要解决这些事 可是这个事情 如果讲到刚才 所有跟离婚有关系的 钱啊 小孩啊这些 听讲平刚前面讲 说实话啦 这个离婚诉讼 开始就输了 因为你急 你们后来状况怎么样 后来其实前夫 他有一直在回头 想要复婚 因为他 他其实比我大14岁 那他年纪其实也不小了 交了一些女朋友 可能也是分分合合 所以后来他就觉得 还是我对他最好 他就好几次来跟我讲说 他想要再复婚 那他的 他最后还压了一句话说 为了孩子 对 结果 你的孩子 在这个里面 他有扮演什么角色吗 因为他前面是 没有办法谅解你 对不对 对 我儿子那时候因为小 那后来他慢慢大了 那他因为 就是之前因为兵役的问题 因为那时候他要 要 回来当兵 对 所以他就回来做体检 那就再出不去了 那就只能留在台湾 后来就一直跟我租到现在 他是从那时候 回来以后跟你 但他在大陆的时候 你几乎没有办法看到他吧 没看到 没办法看到 而且他可能 那时候对我真的有一些误解 所以他有五年 去大陆五年的时间 他大概有四年多 都没有跟我联络 其实我那时候 你那时候不会想孩子吗 非常想 那时候其实心蛮痛的 我讲真的 其实孩子对我来说 真的太重要 因为当时我 其实本来在那个婚姻 要结束的时候 其实我一度很想寻死 那时候遗书都写好 我觉得 孩子真的是对我很重要 他救了我一命 要不是在他旁边哭 惊醒我 我其实那个时候 我应该遗书写好之后 我拜着我就去跳楼了 可是 后来我告诉我自己 惊醒之后我告诉我自己 这辈子 我不论再碰到任何的挫折 我都不能够有这样的念头 不管是为了孩子 也是为了我自己 我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 所以 后来孩子这样对我 即使四年多没有联络 我觉得 我觉得我可以忍耐 终有一天 因为只要我活着 我都会有机会 再跟他解释 那后来真的 到他十九岁 十八十九岁的时候 机会来了 那当他知道 他爸爸做了什么 其实他非常的震惊 那他也 后来爸爸 你跟他讲 他爸爸跟 你妈妈就是他的 祖母之间的事吗 对 没错 我跟他讲 从这孩子来说 这恐怕很难承受 很难 但是我觉得他 已经大了 他已经十九岁了 他必须要知道 我们之前 到底父母走了 因为他有一段时间 是给我妈妈带的 小时候 他也觉得 他在那一段时间的回忆 他也跟我说 就是私底下我们来聊 他说 他有时候 他外婆常常会把他 关在厕所里面 然后有时候会 就是会修理他 他就觉得 那个回忆其实也不太好 OK 他可能 我觉得他有点在安慰我 所以后来 就是他爸爸也有回台湾 因为他一直都长期住在大陆 他有回台湾之后 他就来 借故说要看小孩 就来到我家里面 然后在家里面 就待了一整天 然后等到我下班回来 他就看到我 就是会借故跟我聊天 你最近好吗 什么最近怎么样 然后就想 那个 改天我们是不是 可以出去约葛会啊 然后 我们是不是要考虑一下 再复婚 面对前夫的复婚要求 讲评会如何应对 这个 这个 改天我们是不是 可以出去约葛会啊 然后 我们是不是要考虑一下 再复婚 他就开始在提这个事情 为了孩子 对 对 为了孩子 然后他那天有点晚了 他就说 今天很晚了 没有什么车 那我晚上就住在这里好了 他甚至这样提 然后我就说 可以啊 我们家厕所 蛮空的 你有没有跟他说 这个招好老套 就是没有车了或什么 对 你是住在大兴安顶上 没有车了 然后他就跟我儿子说 快点 帮爸爸一下 然后我儿子说 我也没办法啊 我儿子就直接跟他爸爸说 我也没办法 那是你跟妈妈的事情 因为我儿子 他自己也私底下跟我说 他说他听到 他也觉得他爸爸 真的很夸张 那他觉得 我如果真的这么委屈 再委屈回去 再跟他爸爸一起 因为我有跟我儿子说 我那个阴影 我没有办法磨灭 所以我儿子就说 那妈妈我觉得 你不要这么委屈自己 所以现在是你儿子 反而是在中间扮演一个 觉得你们不要复合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角色 那我觉得我自己本身 我现在看我的前夫 我会觉得说 我们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朋友 但是你说要再回到以前 那是不可能 这辈子没有机会 因为在婚姻或是离婚的过程当中 最容易出现有纠葛的 当然就是因为孩子的关系 大家的心 讲好听一点 大家的心都在孩子身上 讲难听一点 有些状况就是 大家都拿孩子来当做 绑着另外一边的一个工具 OK 这是不同的一个解读 可是最难过的是看到 有很多在离婚的时候 每一边都跟孩子说 都是因为他 那个一路上 等到长大了以后 对孩子来说 另外一边 也许他根本不是这样 但他不知道该怎么讲了 你知道三人成虎 讲到最后 就已经是这样了 怎么办 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 因为我现在一直在推广 那种夫妻关系可以远近 但亲子关系可以圆满一点 那我觉得不管是爸爸或妈妈 在孩子面前 最好都不要说对方的坏话 有些时候我觉得 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最难受的就是 爸爸跟妈妈 其实都是对他而言很重要的人 所以他在里面拉扯 其实本身就很痛苦 所以这时候孩子 就会有很多 適应不良的状况 譬如说没有礼貌 然后开始变得像另外一个人 那我这边会提醒妈妈 不要轻易放弃探视权 因为爸爸已经不断的说 妈妈不要你了 其实像他的状况 还是可以去探视孩子 但是我自己 智商遇到更多的状况是 妈妈无法探视孩子 或是探视过程 会碰到很多的阻碍 对 真的 他给你非常多的阻碍 让你没有办法去探视孩子 那我这时候还是会跟妈妈说 你虽然看到孩子痛苦 但是你还是要去探视他 因为当你不去探视他的时候 他就真的觉得他被你遗弃了 所以爸爸说的话就会从 他本来还觉得 妈妈到底爱不爱我疑惑 可是妈妈再也不去看他 就会真的觉得 妈妈真的遗弃我了 因为你跟他是分离的 所以你再去看他的时候 孩子会有那种 依附关系是矛盾的 是错乱的 所以他平常很想念你 妈妈怎么都不来看我 可是当你去看他的时候 他反而会把你推开 妈妈你走开啦 所以有时候妈妈在 然后你走以后 他就开始偷流泪 对 他又哭了 所以像这种 矛盾错乱的依附关系 我就会跟妈妈说 他就是矛盾错乱的依附关系 你要知道他在这样的状况下 所以你要去包容他 你要去爱他 你要去理解他 那如果你这时候 没有去看他 我会跟大家说 会影响到孩子 几个重要的方向 一个就是未来他适应 会产生很大的议题 另外一个会影响到 他的未来的亲密关系 如果是男生 就会影响到 他对女性的信赖感 所以他再也很难信赖别人了 刚才这份讲的 那个就是大家听过 索罗门王的智慧的 那个就是两个女人抢小孩 然后索罗门王的分法很简单 拿把刀来 既然都说是 那我就切一半 那谁先放手 最后那个才应该是生母 因为你不希望孩子受到伤害 那过程当中就是 当两边拉扯的时候 通常放手的那方 不代表他的爱比另外一方少 对 他怕的是你受到另外一种伤害 他常常是因为这个样 但是在法律上面 这样的一个设计 监护权 因为常常大家都会觉得 拿到监护权 因为打官司都为了监护权 所以 郑峰 监护权改定呢 就是有些人到最后 真的受不了 监护权在你身上 可是我真的太想小孩 或是客观状况 出现了很多一些什么变化 我去打监护权改定 这个法律上是有规定是可以的 不过我想要先提醒一个点 就是刚刚提到这个探视权的问题 很多离婚的双亲 以为自己没有监护权 就不能看小孩 这是错误的观念 对 因为法律规定的就是 你就是有探视权 你不需要对方答应 你就是有 这就是法律给你的权益 你想看你只要跟对方约定好 如果内容没办法协调 可以上法院协调 如果要是他们的离婚协议书 你知道还看过有那种离婚协议书 里面写说另外一方 不得探视小孩或什么的 如果他写这个条款 这种条款就违反法律规定 一定是无效的 就不用理他 那回到这个案子中 就是刚刚这个 改定监护的情形 其实只要有发现说 监护权人 他未尽保护教养义务 或有不利小孩子的情形 法律就有给这个 另外一边权利说 你可以申请改定监护 或者是社工也有这个权利 但我们常常会遇到的 这种情形是在比较没那么极端的情况下 这时候甘地监护的话 其实法官会考量一个原理 就是未成年子女的意愿 孩子如果已经大了 他现在国中高中 甚至是快要升大学的阶段 他已经意识到说 我想要跟妈妈住 在我成长的阶段 其实妈妈在现阶段 国中他给我的帮助最大 这个都会成为法官改定监护 很重要的参考依据 再加上这个社工 对于这个家庭支撑系统 扶持系统的访试报告 只要小孩子想要跟妈妈 法官是有非常大的机会 会去尊重孩子 OK 其实各位你知道 为了亲情监护权重视 我处理过的案子 最夸张的监护权改定 是小孩已经18岁 各位你知道20岁他就成年了 没有什么监护的问题了 当事人来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 我说你知道你的小孩已经18岁了吗 而且那个小孩跟在他身边 一路是他带的 你知道台湾社会有太多那种 就是监护权在南方 但是小孩都是女方在带 一直带到小孩已经18岁了 他妈妈说我要去打监护权改定 我就知道把小孩叫 我说他已经18岁了 而且他一直跟着你 虽然我知道打监护权改定你会赢 因为小孩也一直跟着你 但一定要这样打吗 你知道他妈妈讲的就是 律师你不知道 这对我来说 他是我人生里面的一个大缺憾 他说我为什么孩子的监护权不在我 我那时候完全没办法理解 但是看了很多后来的这些例子 你终于发现 因为讲评的 当妈妈的真的就觉得说 我不应该让我的孩子在别人的身边 然后我好像缺了一个 保护他的那种感觉 我后来那个18岁的那个案子 那个案子很容易解决 平常你讲 因为刚刚政府理解法院 他都已经18岁了 法官就只要问他 你觉得 你想要跟爸爸 跟妈妈 那他就解决了 但你知道就是那个形式 对很多人来说 他就是人生的一个缘 他就是一定要做到那些事情 所以 翠芬刚刚讲的那句话 我觉得很有道理 夫妻情敬 但是亲子圆满 对他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再怎么样 夫妻两个人 能够做到讲评 现在讲的这个样子 就是个朋友 我觉得就OK 但是不要变成仇人 对 但是对孩子来说 你就是他爸 你就是他妈 不管你们两个怎么样 对孩子的爱 应该都要是一样的 OK 那当然也祝福所有的观众朋友 不管是不是离婚 都能够找到自己 开心的春天 但是也希望所有的离婚过程 都不要发生 让人遗憾的事情 OK 再次谢谢所有来宾 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 正正有词 我们下次见 拜拜